欸 講到投籃失憶陣 我就是前輩了好不好 投籃失憶陣我覺得是一個很妙的東西 就只有你得過 你才會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大部分的球員 你有投籃失憶陣 基本上你都會被淘汰 可是上述的我們這三個人 曾經都是頂尖的籃球員 那你說像我 剛剛177 臂展177 你想像我以前HBO在打 這球我不知道我投不投的進 或是我到底要怎麼投籃 我都忘記了 四個字形容 痛不欲生 真的是痛不欲生 夢想家最好的人選是唐維杰嗎 其實我覺得夢想家可以選唐維杰 而且夢想家跟一手的關係 本來就還不錯 他們之前不是有那個 夢想家青年隊嗎 就是有很多也都是一手的 如果說唐維杰去到夢想家 幫助蠻大的 原因是什麼 夢想家現在的球員 角色定位都偏單一 那唐維杰是一個 可以從1號位最起碼打到3號位的人 所以這調度方面 可以像是 誰的狀況不好 他從替補上去補 去頂那個位置 那比較擔心的是他的投籃 但至少他的防守是OK的 跟持球能力我覺得也不差 對啊 所以這部分 也可以看他之後的表現 因為唐維杰現在判斷他 他有一點點不太穩 他不像是很多當屆的選秀球員 他們在UBA 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他現在的狀態 他這一年的成長 可是畢竟 時隔上一次我看他出賽 應該就將近一年了吧 上一次是打中華隊的時候 他那時候最大的問題就是投籃嘛 如果說他的投籃問題能夠解決 他絕對是年輕世代裡 可能僅次於停籤的風險 我給予的評價會這麼高 可是前提是他的投籃要解決 他的投籃如果不解決的話 會打得很辛苦 可是還是算是新秀裡面的頂尖 小虎你開什麼車 馬自達啦 馬自達 我們這邊都是開 Benz Rose Royce 你開馬自達 怪不得你塞車 你遲到 就是對這場會議的不尊重 回去等消息 我們做的都是Benz 都是Rose Royce 你做馬自達 怪不得你塞車 唐維杰也算投籃是一陣的一種嗎 我那天我看他跟小莉的影片啊 欸講到投籃失憶症 我就是前輩了好不好 其實唐維杰應該要跟我聊的 你跟小莉聊有什麼用啊 小莉又沒有投籃失憶症 我不是攻擊小莉 但我必須要從一個 真的有投籃失憶症的患者來說 你如果真的沒有得過投籃失憶症 你去分享 你的想法 用處不大 真的用處不大 因為投籃失憶症我覺得是一個很妙的東西 就只有你得過 你才會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那個感覺如果你還在打球的話 四個字形容 痛不欲生 真的是痛不欲生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 因為我自己從一個 我也有的這個患者去聽 然後我聽小莉講的那些 我說認真的啦 她講的東西 我全部都嘗試過了 根本沒用 它有點像是一個 我自己的猜想啊 它比較像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用一個固定的SOP去治療 因為每一個 患有投籃失憶症的人 他的情況都不一樣 他投籃失憶症的原因都不一樣 他是因為心理的原因 還是因為受傷 還是先因為受傷在發生心理 還是先心理在發生受傷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所以你不可能用一套SOP 去治療投籃失憶症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你說小莉講的那些東西 台灣今天有沒有做 我相信她基本上一定有做 因為你的投籃出現問題 你第一個會跟誰反應 一定是跟教練 跟你收招的隊友 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家人反應 那之所以他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這反應 得到的反饋是 不足以去 讓他衝破現階段的困境 對啊 所以這真的很難 除非你是真的 專研這個領域的醫生 你有大量的治療案例 去累提出你的經驗 不然一般人 你跟我說 你知道怎麼去治投籃失憶症 或怎麼樣可以幫助他 我覺得 那可信度都不高 因為投籃失憶症 真的沒有想像中這麼容易 真的沒有想像中這麼容易 那真的是 我覺得算是絕症 張宗憲 其實我不認為張宗憲 有治癒投籃失憶症 但是他有克服投籃失憶症 張宗憲他的投籃 我自己猜測 他有投籃失憶症 他沒有承認 可是 他沒有治癒好 他的投籃失憶症 但是他有克服 他有這個問題 他還是可以留在籃球場上 所以不是說 你有投籃失憶症 你就沒有辦法打球 但是大部分的球員 你有投籃失憶症 基本上你都會被淘汰 那張宗憲是因為 他在其他技能方面的 天賦還是非常高 所以他可以留在場上 那你說像我 剛剛177 必輾177 又不會投籃 速度也沒有頂尖快 腦袋也沒有頂尖好 那只能打嘴砲 那當然就只能做YT跟球品啦 對吧 投籃真的很難啦 其實張宗憲他之前有一個訪問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 他有在講他 當初投籃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非常的努力去訓練跟調整 然後半夜也會 跑去籃球場訓練 一天投了500球1000球 都沒有辦法改善 甚至越投越糟糕 其實這個東西 我是很能體會的 當初我還在打球的時候 我患有投籃失憶症 那真的很痛苦 那心理的壓力很大 甚至你在場上比賽的時候 你拿到球 你都是會非常擔心 壓力非常大 就是你會覺得 喔幹這球我不知道 我投不投的進 或是我到底要怎麼投籃 我都忘記了 所以 我可能體會那時候 張宗憲他的心情跟想法 甚至他站在的舞台是比我大 幾十倍幾千倍 你像我以前HBO在打 我也沒打過正式的HBO機場 我可能打的都是那種 蔡奇阿伯的小比賽 那可能旁邊兩三隻小貓在看 或是其他球隊在看 然後你拿到球你都會有壓力 大家會不會覺得你的投籃很怪 會不會覺得你投籃很醜 然後你投了第一球麵包以後 你後面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信心在出手 那種感覺真的是 很難受很難受 然後你回到家裡以後 你每天躺在床上你就會想說 我今天投籃是哪裡要調整 我是不是哪裡的發力不對 我是不是手怪怪的 還是哪裡要固定 然後每當你想到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要趕快去球場測試一下 然後測試以後 你就會投個兩三球 你覺得好像還蠻順的 可是當你的量加上去 旁邊沒有人盯你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後面投一投 你的姿勢又跑掉了 然後你就會很沮喪 那這一個過程是一直不斷的在經歷 讓你遇到挫折一直打擊你 一直讓你很難受 所以我覺得大家 把這個東西想的太簡單了 把這個東西想的太簡單了 這個東西真的是 嚴重到是絕對 足以摧毀一個球員的職業生涯 真的沒那麼容易 真的不是說 我去找幾個人聊聊 我去多練習 我就可以解決了 沒有那麼容易 絕對沒有那麼容易 我的投籃失憶症是自己感覺嗎 還是有醫生診斷 自己感覺啊 自己感覺 男模好像也說過 他說前半期很辛苦 其實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男模的那一個 不是投籃失憶症 我不知道能不能定義啦 但如果說你要把它納入 在投籃失憶症裡面 男模遇到的那個狀況 跟我是不一樣 跟我還有張宗憲 唐威傑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至少 男模他的投籃機制跟投籃動作 是沒有跑掉的 是沒有改變 是沒有遺忘 可是上述的我們這三個人 曾經都是頂尖的籃球員 有兩個目前還是頂尖的籃球員 那有一個已經不是籃球員 但我們面臨到的都是 我們的姿勢是有跑掉的 而且是跑得很嚴重的 對所以 你說男模那個算不算投籃失憶症 我不敢去南瓜或蓋過 或畫邊線 到底怎樣才算投籃失憶症 但我覺得他的那個案例 跟我們三個是不太一樣 對 錢肯尼有投籃失憶症嗎 欸其實我有去研究過 錢肯尼這個賽季的投籃動作 我跟上一個賽季 我在這一季播PlusD的時候 我有特別去把他影片調出來看 那我認為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原本以為有 所以我才去調他上一個賽季的畫面 那看起來是還好 對看起來是還好 因為我之後 之後去美國 也會拍Vlog嘛 然後 我也會把電腦帶過去啦 電腦啊相機 所以卡到選秀 或是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要直播也會直播 那出片的話 也有在規劃跟安排 就是 不會說那兩個禮拜 大家都看不到我 你知道Dora身上有幾個刺青嗎 抽獎要用的哈哈 感謝你了 Tilda 我是第一個月加入會員 好謝謝吉米吉 但是這個我真的沒辦法幫助你 因為我也不知道有幾個 這可能你要去問其他人 會去美國看發展聯盟嗎 會去 會去看發展聯盟 希望到時候文班壓馬要打 因為就是去看他的 但好像有消息說 馬赤隊不會讓他打夏季聯賽 我覺得不知道 對但是會去 夏季聯賽不是發展聯盟 夏季聯賽跟發展聯盟不一樣 發展聯盟是NBA的二隊 夏季聯賽是 Summer League 我應該是去看夏季聯賽 好啦 今天的直播 是不是應該差不多休息啦 好啦我要去玩戰棋了 我要去下棋了各位 好今天的直播到這邊了 下次見啦 掰掰 我也好 我們 訪人